哈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李渔 今天非常激动,我们一起来玩任天堂的 精灵宝可梦皮卡丘 我这盒装套装终于到了,当然这个 精灵球肯定是要有的,来对个焦 哥们能对个焦吗 你好相机先生,谢谢你 这个地方好像是充电的地方 我买这盒装的时候,赠了我一堆 这个手办 这个,哇,我觉得可以拿他们炒菜用 应该是立起来的皮卡丘 只不过,他们很容易倒,我就直接这样展示了 系上万代,套上纸环,准备就绪 OK,开始游戏 哇,你从电视里出来了 哇,离我好近 别进去,哎 他这场景很旁边就是我那堆主机 你好,我醒了 你好,很高兴见到你 欢迎来到精灵宝可梦的世界 我叫大木 大家都亲切地称我为 宝可梦博士 我也有,我也有,你知道吗 在这个世界里到处都生活这种叫做 精灵宝可梦的生物 有些人会亲切地照顾它们 哇,我要那大蛇太酷了 我长什么样子 还可以选女性 算是男士 我的眼睛的眼色 好像就这个最贴切我 就这个 能把你的名字也告诉我们 哦,你叫里约意思啊 哇,这皮卡丘就属于我了 哎,跑了呢 这个男孩子 是你的邻居朋友 我要女孩子 也是我的对手 他的名字叫什么呢 我可以给他起名字 叫做儿子可以吗 哎,可以 哦,原来他叫儿子啊 接下来的故事 就要开始了 充满梦险与冒险的 宝可梦世界 Let's go 这是我的主机 我现在没戴帽子和书包啊 我的家没有这么大呀 哇哦,可以跑起来的 可以交互一下吗 存钱罐 是软乎乎的皮卡丘玩偶 OK,我现在应该是下楼 儿子 打扰我儿子来找我了 喂,李渔,我要上去咯 李渔,你早 我一看到你称我就想笑 怎么了 一脸搞不清楚的表情 那是我儿子长这么大了 我实在等不及了 所以就来接你了 今天终于来了 我们总算可以 从大木博士那里拿到宝可梦 成为训练家了 我们现在就出发吧 出发前又怎样 哦,儿子给我发了封邮件 我得去看一下 你什么事 你就不能跟我说吗 他去大木研究所等我了 至理于传授你一些训练家的心得吧 按下A键尽量和更多 哇,一个儿子叫父亲 走 哎,我这走的怎么斜着走 我的父母呢 哎,这是我的妈妈 你好 好了,快去大木博士那里吧 儿子不是已经拜托了博士 让他把宝可梦交给你们两个人吗 哇,到底是哪个儿子 我现在都搞不清楚了 那里有个小姑娘 你好呀 我们来交个朋友吧 直接去这个树丛里面 我就知道他肯定不会在这个研究所里 哟,这不是鲤鱼吗 我好方啊 对了,今天是把宝可梦交给你和儿子的日子 哈哈 哦,听到比卡丘的声音了 好萌啊 有点像我的花卷 这就对战了吗 我该怎么做 野生的皮卡丘扑过来了 皮卡丘竟然会来到这里 真是少见 不过既然来了就得练习一下 捕捉宝可梦吧 哦,就是扔嘛 这个很简单嘛 扔嘛 要找准时机扔 好,知道找准时机扔 扔 这时机不对啊 出现绿拳直接扔 并不是那种非常完美 它是Great 很棒 应该进来了吧 你们应该能看到他闪光 喂 他现在好像没有互动 哇,以第一次来说你做得真好 快吧,捡起那个精灵球 给皮卡丘取个名字 诶,怎么嘞 这啥还跑了呢 完了 研究所吧这是 达木博士 那边明明就两个精灵球 先怎么变三个了 皮卡丘自己就跑到那里了吗 对啊,是我做到的 你羡慕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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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皮卡丘 你没有 嘿嘿嘿 记得要把精灵球牢牢的抓住手里 你是在暗示不要那么危险吗 喂,你要去哪里 快回来 诶,我这个 我这精灵球拿反了 他这会有反应吗 我不清楚 好像现在没反应 哇,直接就可以摸他 不会电到我们 你好小老弟 皮卡丘成为了鲤鱼的宝可梦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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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木博士 一会儿进一会儿出 真是个奇怪的家伙 哇 起啥名呢 叫他小老弟 我儿子选的伊布 我走了,再见 诶 他要给我什么 博士那是什么呀 哦,精灵宝可梦的图鉴 捕捉那些精灵之后 都会收集到图鉴里面 你这什么姿势 摸了一下胸嘛 必须得将宝可梦捉住 才能进入那个完美图鉴里面 我们来出发吧 走 别斜着走啊兄弟 哇,真可爱呀 是从博士那里拿到的吧 真的吗 他是你自己做到的 好厉害呀,我该怎么称呼他呢 原来如此他叫小老弟呀 哇,我如果给他起名叫爸爸会发生什么呢 他的妈妈管皮卡丘叫爸爸 哦,我从我妈那里拿到了城镇地图 我看一下城镇地图 我应该是包包里面有一个城镇地图 使用 我们应该先去长青市吧 来跟小妹妹显摆一下 你看,我有在培育宝可梦哟 哦,现在不是触发地雷似的了 是你可以选择去碰他们 哦,这个就很棒 诶,这什么东西 我就碰他一下 你好 要来捉他是吗 野生的走路草 准备啊 3 2 扔 哇,也是很棒,不是完美 他在震 有声音的 获得27经验 是什么 走路草的资料已经被添加到图鉴里了 我可以旋转他的 如果将他拔起会听到他恐怖的叫声 还有没有什么奇怪的东西可以补的 诶,这里面有一个小老弟你在干什么 看到路上的断坡了吧 从上面往下跳 看上去确实很可怕的 不过这样可以快点到真心阵 什么鬼 听到声音了吗 意思是现在这精灵进到我这个球里面了 我可以平时出去玩的时候放进包里面 回来的话他会有里程数和经验奖励 是这意思吧 哇 哦 哟 想了,我可以抚摸他吗 我可以抚摸他 可以晃悠他 可以这样抚摸他 他现在一直冒着黄光 他真的会发出叫声 哇,现在就是跟随我了是吗 我就可以拿这个球子到处转到处逛了 有没有其他的精灵啊 都是走路草吗 哦,皮卡丘发现了什么东西 从草丛里发现了 哇,蔓莓果 现在还能给我找东西 放入了捕捉口袋里 小老弟干嘛呢 哦,他要跟我对战 他喜欢我的这个小老弟 长青市 你好呀小妹妹 这个地方就不能踏过去吗 非要按着路走 这应该是宠物治疗室 诶 这小精灵又发现什么了 诶 这不是我们熟悉的角色吗 你好 诶 这里有一只 这什么 哇 小拉达 小拉达 来,准备 这个绿圈有点慢 又是很棒 别出来 应该都会成功的一开始 像这种 不是那么太稀有的精灵 很容易捉到 哦,所有的宠物都会获得经验 这个就很棒 这什么,商店吗 诶,哦,你是从真心镇来的吧 你认识大木博士吧 哦,我要交给大木博士一个包裹 好吧 诶,还带传送的 那我立即回去 这太方便了 你好大木博士 有你的包裹 你好 我理于皮卡丘的状态还好吗 诶 怎么嘞 不是 哇,怎么上我身上来的 哦,看来皮卡丘已经完全成为我的搭档了 他很羡慕我的宠物趴在了我的身上 等一下 What 仅仅只停留在捕捉宝可梦上 是绝对不够的 你要跟我对战吗 来吧 哦,酷 一步 酷 上吧,小老弟 呃,战斗 电机 把那宠物电的凹凹直角 哇 哦哟 他撞这一下也比较痛 但没有我撞他痛 再电 哇 根本都不痛啊 少年,我能把他宠物捉了吗 残血了 电光一闪 就OK了吗 小老弟获得了32经验 哦,所有未出场的宠物也获得了经验 哦,我所有未出场的宠物也获得了经验 哦,我还获得奖金了 蒙了吧 哎,白说了一番高高在上的话 简直太丢人了 哇 羞愧而逃呢 接下来要去哪里呢 哎,怎么就在真心阵了 哦,我知道我之前传送了 哎,你为什么站在这儿呢 你是干嘛的 鲤鱼 哦,从大姐姐那里得到了运动符 哇,这个大姐姐真好 我爱上你了,大姐姐 哦,这是要抚摸她是吗 互动 可以和小老弟一起玩耍 怎么摸呢 哦,这样 哎,怎么还不高兴了呢 哇,这个有点不准呢 这个精确 啊,可以给她喂吃的是吧 可以给她喂吃的 喂吃的,吃的,吃的,吃的 把树果交给她吧 哎,给你吃这个好吗 吃这个 对 哎,没吃了兄弟 好了 很高兴是吧 哎,这个点不到啊 哇,我记得我买这精灵球 她应该赠一个精灵吧 叫梦幻 通过精灵球plus接收 有一只礼物宝可梦 哎,对,要接收 哇 梦幻的资料被添加到宝可梦图鉴里了 用显微镜可以看到她身上极短极细且密集的毛 我收到了梦幻 哇,这个存档必须留着 一旦删了好像就没有了 刚才真是谢谢你了 哎,给了我个试用品 获得商药 你好,是你要跟我对战吗 出来吧,比卡丘 小拉达 垃圾 去吧 叫声是干嘛的呢 就直接电击吧 直接半血都没有了 我疼啊,小老弟 你这精灵太弱了 你这精灵太弱了 那福气了吧 哎,你怎么在这等我呢 哦 宝可梦中心 不用花一分钱 我就可以治疗我的宠物 这么好的吗 来,快给我的宠物治疗一下 你好,小姐姐 哇 现在就精力充沛了吗 这么快 OK,那么这次这个 NIS的 精灵毛可梦 Let's go 就先到这里了 不要忘了在视频下方 收藏,分享,点赞一下我的视频 我是类鱼 下期视频 我还会遇见你 记住每天保持微笑 I'm not everything 不必破